《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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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陈希 我是一个独立动画人 大家对动画如果有一点了解的话 可能会知道 就是做一个动画片 可能需要很多步骤 一般我的片子都是 我和我的一个好的联合导演叫安旭 我们两个完成的 但是就在这么多工作当中 我最喜欢其中的一个环节 是做造型 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在动画公司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后来我们领导跟我说 他说陈希 你那个造型怎么画得挺好的 你看一般都是有专业的美术背景的人 才能把造型画好 你没有学过 没有受过这个 科班的那个系统的训练 为什么你的造型能做得好呢 后来这个问题我 我开始也没太在意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的时候 我就琢磨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跟我小时候 学书法有关系 这个呢是柳公全的 就唐代一个著名书法家 柳公全的神策军碑 当然还有玄秘塔碑 后来呢我记得我学书法的时候 我们老师说就是 你应该看一个字写一个字 不能看一笔写一笔 为什么这么费劲呢 说如果要是看一笔写一笔的话 你就抓不住这个字的神 不光是流铁 后来我淋了一些别的铁 发现呢不同的人写出来不同的字 都有不同的味道 比如说最左边这张是颜真轻的 我感觉颜真轻的字很像一个就是烫糊糊的人 但是据说颜金流骨嘛 所以颜真轻的字虽然很浊 但是实际上非常巧 中间呢是楚隋良的 楚隋良字因为笔道很细 而且非常非常的飘逸 所以给人感觉呢可能非常灵秀飘逸 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最右边这张呢是欧阳荀的 原来有的人说凯书可能欧阳荀是最好 但是这个不一定啊 就有的人这样认为 因为他写的最端庄 但是看起来又好像饱含着感情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能看到字以后呢 能够感到一种好像人的气质在里面 但这个大概可能就是一种神在里面 因为我记得有的书法家说啊 字实际上就是填空 因为你在很小的一个空间内 就是有微微小的一个变化 那个字出来的那个神态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呢可能能够 和日后做动画可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尤其是做造型 我从小开始呢我特别喜欢给人画漫画像 尤其是在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 给我们美术老师画了一张漫画像 我就用铅笔画在课桌上 结果后来全班同学都看见了 都觉得特别好玩 然后就哈哈笑 后来课都没法上了 结果老师过去了 老师过来看见了 后来老师没说我 老师说那个能不能把这张画给我呀 后来我说没问题啊 可是我画在桌子上 最后我只好翻画了一张 后来那个我们同学发展到 我们同学只要特别不喜欢哪个老师 就让我给他画张漫画像 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可能漫画像是 丑画一个人的方式 其实也不是啦 就一般漫画像都是别人都说像 就是被画的那人说不像 这怎么能是我呢 我怎么能这么好看呢 是吧 这个是我后来就是工作以后 给我们工作室的那些朋友画的漫画像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画一个人的像 必须要熟悉这个人 因为你熟悉的时候 你才能画出它的神器 这个是我们后来的同事 几个人的造型 一开始呢 我是用勾线上色的方法来画 后来可以看一下这右边这张啊 右边这张我是纯粹用 没有线条 纯粹用色块画的 然后用一些几何图形拼出来 虽然那个手法不一样 但是它那个神器还是在的 这个呢 是我画了一个名人 这个是纪连海 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呢 我很喜欢这个老师 因为我看他那样子 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从小就觉得 就是人的脸就是一个艺术品 因为有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的样子 我就能有很大的震撼感 当然一般都不会是大美女 大美女是另外一种震撼 我呢 我觉得呢就是做动画造型的时候呢 可能跟画漫画像很像 因为我做了很多片子啊 做了很多个片子里面的造型 那么我发现了一个挺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要有一个 这个片子里有一个人物 它如果有原型的话 那么这个人物可能就会很生动 如果没有原型的话 可能这个造型可能就显得很苍白 后来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做造型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应该在心中 可能应该想一个你身边的人 而不应该有 就是简单的一种概念在里面 这个是我做的六个短片的主要的人物造型 所有的这些故事呢 可能要涵盖好多时代的故事 所以我一般呢都是要 在做造型之前呢要做很多资料整理 查找资料的工作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那个老照片的 因为我看到老照片 我觉得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感觉跟现在很不一样 尤其是有一些事物 有一些道具 服装也不一样 那么包括看到一些那个古代绘画 就是中国古代的 尤其是在唐代之后的 唐代之前的绘画 人物绘画很少 那么里面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服装 那么这些服装和东西呢 可能都是因为有人日用 那么可能千锤百炼的 大家都是最合理的 而且最美观的 那么我不认为就是现在 我有一种能力 能够设计出一个当时的一种东西 能够更美观 更实用 所以一般我都是通过资料 找到一些资料 然后直接用这些资料里的这些设计 来做我的造型 放到造型当中 画一个人的时候呢 可能呢会就是做一些小小的微调 在造型当中呢 主要人脸上有五官 对吧 五官呢可能这个五官的位置呢 有一点点小的变化 可能这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是所谓这个人物活不活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五官的不同排列 就排列了以后呢可能有一点变化 这个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左边这个人好像就是五官比较集中 他这个是一种感觉 右边这个人呢是五官比较放开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根据不同的需要做不同的人物 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在做造型的时候 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找到这个人的气质 那么这样的人才能活 才有神 那么我找了两张图比较好的说明这件事 左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在清末的时候 一个外国人画的中国人 就是Chinese Mandarin 可能反正我怎么看我觉得这都不像中国人 虽然穿着中国的衣服 就是他理解的中国人是这样子 然后无独有偶 右边这张图是清末的时候 一个中国人画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惊险小说的插图 我觉得这怎么看也不像外国人 也不像欧洲人 还是那个中国人的味道 而这两张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看起来挺好玩的 但是呢恰恰说明了 其实呢就是如果做一个造型的话 你应该理解这个人 才能做出有你想要的那种味道的造型 所以我想呢可能所谓的这种味道 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做造型的时候 需要抓住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片子啊叫做《双将》 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就想就是能不能多找一些图片资料 然后我对这个人物的这个大概的样子 我做一些好的一些那个构想 这个是这个片子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那个老的民间艺人 然后画内画胡是一个民间艺术家 然后他的腿有残疾 后来我做这个人的时候就参考了两个人物 左边这位是沈从文先生 右边这位是张乐平先生 当时我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 我就想 我脑子里立刻就想起了这两个人 大概那样子啊 比较有点就是发胖 然后呢好像坐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戴着眼镜 然后虽然表面上微笑着 但是内心里头有太多的故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反面角色 是一个比较凶狠的人 这个凶狠的人呢 一般的情况下 就我们喜欢做凶狠的人 都喜欢把他画成眼珠很小 就这样人好像显得很凶 后来呢有一天呢我也是在看一些图片 后来我看到这张照片 他是一个斗牛的样子 后来我就被这个牛的眼睛给震撼了 因为这个牛其实他是在拼命 而且是就以命相搏 而且很血腥了 但是他的眼睛是这样的 他眼珠很大 但是看起来很空洞 我觉得这个透着另外一种残忍 后来我决定这个人物要做成大的眼珠 这个角色是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右边这张图是一开始的样子 一开始的呢我把这个人的那个脸部呢 做了很多那个圆形的设计 其实哪儿都是圆圆 圆乎乎的 后来做完以后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怎么看怎么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太舒服 后来呢改成左边这个样子了 左边这个样子就是我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它的下巴是尖的 所以它的圆和尖是要搭配的 那么这种感觉经常在做造型的时候有 经常会有这种体会 就有时候可能觉得不错 可能身上一条 之前觉得不错那个造型就没法看了 另外呢就是在做造型的时候呢 我呢特别喜欢那个找一种异样感觉 比如说我做一个民国时候的一个片子啊造型 那么一个民国的一个人 就是肯定和现代一个拿iPhone的美女的样子 肯定不一样 后来我找了这张照片 这是一张上海名记的一个照片 那么这个里面应该都是当时最美的花魁 但是我看起来没觉得太美啊 我觉得甚至有点恐怖的感觉 但是呢就是照片看多了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看多了 你会感受到一种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味道 气质 那么很难说我觉得很难说那个不美 但是可能只能看多了才能知道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不太喜欢就是 比较千篇一律的那种脸 可能整容都要整成一样子 不太喜欢那样子 那么看一些老的照片啊 看一些那个不一样的这种人的味道 可能能够虽然也许不美 但是可能能发现另外一种味道 一种异样感觉 那么可能能够拓宽一点我 就是我这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在做后面的一个作品的时候 就看了大量的老的照片 这个作品就是畜属 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那么这个片子呢大概是讲一个 那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故事 当时呢其实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也主要是受到一个照片的一个影响 后来因为我看到一照片我会想象 这个人在拍照的时候什么样子 这什么感觉 然后他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他的生活的处境是什么样 会引起很多联想 会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非常激动的那种想法 后来根据这个呢就做了畜属这个片子 这是畜属的那个人物造型 在做造型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挺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我原来呢 他一般呢那个在做造型之前 会想象一个人的样子 就比如说我原来觉得孔子 一定是一个那个很瘦的老头 周游列国 然后丧家犬 可能是很落魄的样子 后来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有点大跌眼镜的感觉 这个很雄壮的 据说是因为孔子是山东人嘛 可能是山东大汉嘛 这个样子完全不是那个我想象的样子 但是呢如果仔细地再琢磨琢磨呢 后来就是我发现看过很多孔子像 那个至圣先师啊 这些孔子像 都是这样子 大概可能比较接近真实的 或者至少是过去时代 人们心中的孔子的样子 那一下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就是和我的原本的一个概念 就被打破了 其实我想想可能 对每一个人都是有概念的 比如说一说 比如说是一个那个 是一个知识分子 就我们想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瘦弱的 戴眼镜 竖着分头大概那个样子 比如说是一个老板 一定是脑满肠肥的 很肥 戴一个豪华眼镜 大概是这样子 但实际上完全 可能现实当中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就像看到这个孔子像一样 他可能那个现实当中这个样子 可能跟你的那个观念是正相反的 但如果看到这个观念 看到这个现实中的样子呢 可能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你可以更立体 一下呢觉得这个有一种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 这样这个角色可能更生动 这张是 据传是刘松年画的 叫做中兴四将图 是宋朝的 宋代的话 宋画 四个比较大的人物 就是那四将 然后四个比较小的是他们的随从 然后我们看左属第二个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那个人是岳飞 结果我看到以后 我觉得也真是不可思议 原先觉得岳飞都是那个样子 都是那个 都是庙里的那个 岳王庙里的那个样子 可能这个 因为这是宋人画的 可能不是刘松年画 但肯定是宋朝人画的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接近当时的样子 所以一下呢 对这个人物有一个立体的理解 原来岳飞是这个样子 包括左属第五个人 第五个人是韩世忠 韩世忠原来在戏剧小说里都是一个粗豪的大汉 看起来也文质彬彬的嘛 后来呢我呢就是 有了这些感受以后 我就做造型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就想的东西比较多了 就是比如说要打破一些观念啊 比如说能够在造型上有一些圆形啊 或者考虑一些人的味道在里面 我做了一点点小的研究啊 就是人的脸部啊 当然是最生动的 最有表现力的 塑造人物最重要的 那么人的脸部呢 塑造人物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五官对吧 五官呢 其实不是五官了 就鼻子可能不太重要 就是表情里头 鼻子除非鼻孔能够吸动一下 没有太多的用处 那么主要是眉毛啊 眼睛啊 嘴啊 这几个东西很重要 后来我就想就是 到底五官里头哪个最重要啊 哪个表现力最重要 是眼睛吗 因为比如说 暗颂秋波呀 顾盼榴莲呀 这些都是眼睛 但是好像眼睛并不太重要 因为好像没有眼睛 这个人也照样有眼神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有很多造型 都是一个黑团团 但是好像这眼睛还很深邃的样子 那么还有呢 我后来发现呢 好像做一些人物啊 就是动画嘛 就是因为一般都是很卡哇伊的 搞笑的 但是有时候很困难 比如说做一些自闭的人啊 或者内心很深很阴沉的人 很难表现 后来我发现 可以没有眼睛 或者眼睛独成黑团 这样的人可能就显得比较阴沉 看来眼睛不重要 有的片子 有的作品 可能把眼睛去掉 或者把帽子遮住眼睛 也可以做造型 后来我想那还剩什么呢 还剩眉毛和嘴 那么哪个重要呢 可以试一下啊 还是嘴大概可以去了 嘴如果去的话 这个人还有感觉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大概还能看到这个人 有一点神态在里面 所以我这回的题目叫 好歹留着眉毛 还是应该留下眉毛 其实这件事呢 好多人探讨过 就做造型的人探讨过 就是人脸上最有表现力的部位 实际上是眉毛 具体说还不是眉毛 是眉骨 就是眉毛后面那一层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个 著名的一个黏土动画 叫《无敌掌门狗》 因为他可能早期做那个 就是做技术原因吧 做黏土的原因 他这个角色他没法做眉毛 所以他把人的眉骨 专门给做得非常非常的突出 人的所有的表情 都是通过这个眉骨来表现的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另外呢 就是同样还是这个造型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 就是一个 左边这张图呢 是一个那个没有边线的 然后右边这张图是有边线的 虽然那个画面完全一样 但是呢 有边线和没边线那画面 那画的感觉 就味道是不一样的 那么左边这张呢 可能它的那个画面的神态趣味 都在这个色块当中 右边这个呢 右边这个呢 可能就在线条里头 所以线条能够蕴含神态 能够蕴含神 能够有神游行出入 那么没有线条 并不是没有神 那么它的神就蕴含在了色块当中 用岳飞的话来说 这叫存乎一心 这个例子呢 就特别能够说明问题 这就是无敌掌门狗啊 大家可以看它那个 这张图 帽子把眉骨盖住了 那么这张图呢 是呢 就是 左边这张图是 它黏土的一个造型 右边呢是它的 勾线的一个造型 如果我觉得 我要是第一次看到 勾线这个造型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太喜欢这个片子 可能表现力非常有限 那么不同的 除了材质以外 就是小的道具 对人的影响也很大 就比如说我们看 左边的这张图是 它正常的样子 中间这张图是戴帽子的方式 比如说帽子压住了眼睛 这人就显得比较憨憨憨憨的 但是右边呢 这帽子如果携带的话 可能这个人就显得相对的 比较俏皮 那么说到造型呢 就是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的造型是 那个 传统的中国动画里的造型 我最喜欢那个 《大脑天宫》里的造型 因为那里的造型呢 就是一个著名的民间美术大师 张光宇先生做的 他呢本身的民间美术的功力 非常深厚 而且呢 《大脑天宫》又参考了 中国传统美术的精华 就是传统的戏剧 那么这张呢是《二郎神》 这是我觉得好像最好的一个造型 除了孙悟空以外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设计是 他把眼睛竖起来了 那么这件事呢 我觉得是一个挺大胆的一个设计 那么因为一般的人眼就是横的 在戏剧舞台上 人眼也不可能竖起来 但是他做了一个竖起来的一个设计 整个这个人的气质全都出来了 那么也可以看他身上的这些道具 都是传统戏剧 他又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而且概括得非常好 这个呢是《大脑天宫》 左上角呢是《大脑天宫》里面的哪吒的造型 那么我小时候老分不清 《大脑天宫》里的哪吒和《哪吒闹海》里的哪吒 后来一想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就是在《大脑天宫》里 哪吒是反面角色 所以设计得好像比较凶 然后呢在《哪吒闹海》里呢 这个哪吒是一个正面角色 一个高大上的样子 那个眼睛都像大英雄一样 后来我做了一比较 后来我觉得还是好像 左上角这个哪吒比较可爱 飞飞白白的还很凶恶 像一个熊孩子一样 后来我就想 可能这个做一个造型 这个人物的那个是不是可爱 可能随着时代的不同 时过境迁了 就可能以前就一定是英雄才是最可爱的 只要这个人是坏人一定不会可爱的 但是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可能我往往喜欢一个 我身边的有小缺点的人 可能我在他面前我不用 心里有太多的心理的负担 我不会觉得我很自卑 所以可能这种气质可能也影响到 对造型人物的塑造 在国外的那个造型里我比较欣赏那个皮克斯的片子 皮克斯呢 当然我不是认为国外的动画的造型都好 但是皮克斯的还是不错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里的造型我觉得都是普通人的样子 而且好像你看到这个人 好像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而且呢都不是特别美型的那种人 不是觉得一个个都长得那么帅那么美 不是这样 好像都有一点缺陷 但是都是普通人 而且呢有亲切感 好像呢在那个造型上还对这些人有一些自嘲 包括这张的也是 好像包括一些配角 这些配角呢可能非常有力量 一般的人呢可能很不注意配角 其实我个人认为配角的设计 对于一个片子来说非常重要的 其实能够看出功力的 我回想起我最开始的时候 在一个公司里头我就给一个动画做设计配角 因为配角呢人物很多 一般的设计师都觉得哎呀太痛苦了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设计配角是一个很让我很高兴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发挥 这个是一不太成功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 好像名字叫鲨鱼总动员吧大概这个名字 据说当时说呢可能这个片子是 它的所有的脸都是真人的脸 然后贴到了鱼身上 它没有利用这个鱼本体的结构 而把一个人脸完全安到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的非常失败 据说游泳有三个境界 就是一开始你刚学游泳的时候 你一到水里以后你就往下沉 就要沉底了 然后第二个境界呢是你可能你会游泳了 你呢就是怎么也沉不下去了 只有到了第三个境界 就是你真正会游泳 你掌握了它了 你能够想浮起来就浮起来 想沉下去就沉下去 我觉得造型也大概是这样 就比如说夸张变形 是一个做造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一开始学造型的时候 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能够大胆地去夸张 但是呢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不夸张就不行了 就好像不会做造型了 只有到了第三个境界 就是你可以认真的随心所欲地 能够发挥的时候 你可以想夸张就夸张 想让它很写实就很写实 那么做一个片子呢 做造型很像一个片子的演员 那么一般我一般都是先做造型 把造型做出来以后呢 我可能一般的时候我比较满意的情况下 好像有一个你喜欢的人陪着你 然后这样我可以做后面动画 后面很漫长很枯燥的工作 这就是我大概做了十几年动画 做造型的一点心得 很高兴今天分享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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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